剛剛的話我們已經把程式稍微做個註解了 所以剛剛我已經在上面 至於註解的形式 可能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習慣方式 所以我剛剛就是第一步把它切到查詢名單 第二步游標放在B2 剛剛有同學說為什麼一定要兩個slate 不能一次選兩個 比如說shits 然後呢 你的意思應該是什麼 把那個range B2放在這邊是不是 然後這樣子嗎 你這樣思考其實也蠻好的 但我沒試過啦真的 可以弄嗎不行吧 對他好像看不懂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你說 我就直接 就直接點那裡就好了嘛 但是就他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他一定要先 怎麼講就是他要先切過來 到到這邊的時候 切過來這邊 才能切到這邊 的意思 他不能說直接 直接就 切 就切 一次到位不行 所以要分兩個步驟 OK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不用啦 不用切 我們就指那個位置就好 不用slate 直接指那個地方 我可以把公式放進去就好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你不用切 一樣可以把公式給放到 那個儲存格 是可以的 但是slate就不行 這個可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剛剛的話 當然我run 所以 註解自己寫一下 這個註解 至於寫什麼 反正主要是你要看得懂 為原則 就是把我們剛剛的步驟 逐一的敘述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清楚應該沒問題 要跑 直接就run一下 但是另外 衍生出另外一個 你說問題 大概有個問題 點下去之後 他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呢 點了之後 他會有一個像這樣的卡住 突然又切回來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當然就是因為 他 因為要切過去嘛 那因為程式是循序的 所以他會先切過去 切到那邊之後 他就先執行這一行 的公式 AutoFuel有沒有 AutoFuel就是向下填滿 那可是問題 他填滿 總共 可能 跑得很久 那公式 到1000而已 那 因為他一直往下跑 做查詢動作 那畫面他也要跟著更新 OK 要切過來 最後呢 因為程式最後一行是什麼 切回到查詢結果 所以他一直跑到這邊了 要切回來 但是他的 處理程序還在 進行 所以會變成畫面來不及更新 那怎麼辦 我剛講過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跟 Excel講說 你不要幫我畫面更新算了 我不需要 你告訴我說 查詢名單裡面有哪一些 公式也不用寫 因為我要看結果就好了 過程不重要 所以呢 你只要 呼叫 Excel 因為 畫面更新是由 Excel 來 控制的 Excel 怎麼呼叫 Excel 在 VPA 裡面有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做Applic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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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意思是應用程式 這個地方 指的就是Excel Excel 因為這個Application 就是在Excel裡面 所以指的就是 Excel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 畫面更新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 屬性設定 這個屬性設定的話呢 它的名稱 就是畫面 所以畫面更新的話 基本上 我們其實用拆的 其實它屬性 還蠻符合英文邏輯 畫面是什麼 畫面是Screen 所以你就打一個S 其實我之前也用拆的 打一個S 那你會發現打一個S之後 突然跳出 一個屬性的名稱 讓我覺得 很親切 這畫面是什麼 Screen Updating 顧名思義 就是畫面更新 對不對 畫面更新呢 那 裡面要做什麼 如果你不了解 你其實可以按F1 F1的話 它會有一個說明跳出來 這個說明裡面會告訴你說 喔 它怎麼跳 它跳的是 Display to Learn 不過不管它底下也有什麼 也有那個什麼 Screen Updating 然後會跟你講說 如果開啟 螢幕更新的話 它 預設值啦 本屬性是True 就是我們剛剛會 有那個卡住的狀態喔 就是因為我打開了畫面更新 所以如果我假如呢 我不想要畫面更新 他會跟你講說 可讀寫的Booling Booling就是True跟False 所以呢 有True就有False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傳給它一個 False的一個詞 它就知道說把它關掉 所以呢 後面的話其實你可以傳一個等於 不過你會發現 VBA還蠻貼心的 你打個等號 它馬上跳出什麼 True跟False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傳給它一個 False就好 不要 不要畫面更新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 應該 可以解決 剛剛畫面一直不斷更新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邊更新 一邊要處理那個 康义弗 的運算 所以只要把畫面更新 去掉 你就專心幫我做那個 比對的動作就好 而且跟各位講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我試過 它加了這一行之後 執行的效率 居然增加了大概百分 至少比原來快版的30 OK 為什麼 到底很簡單嗎 因為它一邊又要處理 一邊又要畫畫面 如果畫畫面部分的 那個運算時間 拿來處理資料 當然效率一定比較快 OK 所以這一行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如果看到畫面不斷更新 就加這一行 試試看好不好 接下來 看一下結果 OK 這邊怎麼跳 把它切到查詢結果 那我加了 其實只有加這一行 並沒有加什麼 按下它看看 這個把它清除掉 按下它 你會發現 最明顯的 這個差異有沒有看到 畫面有沒有更新的 你會發現 畫面不再更新的 取而代之的 就是最後結果出來了 有沒有 而且喔 它跑的速度喔 比剛剛快的30% 比剛剛快的30% 有沒有感覺 應該沒感覺啦 OK 除非說 那我為什麼敢這樣講 因為我之前有加那個 就是計時器 有沒有 開始 然後要結束 共多少時間 不過啦 其實這個我覺得 也沒有太大必要啦 因為一般人根本沒什麼 只要 時間 不要超過一秒鐘的話 其實好像也都沒什麼感覺 因為這樣好像也有超過一秒鐘 OK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 有這個優點 所以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Application 點ScreenUp Data 我是建議你 至少要寄一個 物件名稱 就叫做Application 所以喔 再一次有裡面VBA 這個選框裡面 它左邊有很多圖示 左邊 就是每一個文字 左邊有一些不同的圖示 對對對 這什麼意思 特別注意喔 如果一隻手拿的資料 那意思很明白了嘛 這個它名稱叫屬性 屬性 那屬性的話 白話意識 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那當然資料的地方可能 比如說像那個 Updating裡面 預設是放True 它裡面就放True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False的話 你就丟一個False把它蓋掉就可以 然後它的ScreenUpdating裡面的值 就變成False 有點像是一個控制台的概念 有沒有 一隻手拿一個資料 那就是 一個屬性 那如果綠色的喔 綠色叫方法 方法的話 一般叫 一個動作 比如說點Slate Slate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方法 一個動作 那你 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吧 屬性跟方法 那這個 所以 物件導向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它有兩個 很重要的成員 一個就是屬性 一個就是方法 大概是這樣 有概念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就把它OK了 就是Update 所以 以後 一個簡單的方法 反正你就是 像我有時候找問題 大部分都是直接 看看裡面有沒有 對應的屬性 如果有就把它拿來試試看 如果不知道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 就是按F1 它會跳那個 官方的 這種 說明文件 雖然看起來 不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至少在完全沒有 答案之前 這個是還蠻好的參考 有沒有 有時候你Google 亂Google 半天還是沒答案 那不如你看官方的 最直接 雖然它寫的實在是 很糟糕 有沒有 有的時候 如果開啟 螢幕更新 這個應該還OK 則本屬性為處 這個應該看得懂 OK 但是我覺得哪裡怪怪的 然後可讀寫的 然後句點 又一個可讀寫的 突然跳出這行 是什麼意思 完全 作文失敗 對感覺好像 也不像是 中翻音 音翻中過 但是 好吧 你慢慢看得懂就可以 它裡面其實蠻多 類似像這種狀況 那 如果你還是不太懂 你可以直接在底下有些範筆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你說 寫完之後的話 這邊有註解 然後跑 這一行應該沒問題 畫面更新 可是 總會覺得說 這樣的寫 感覺好像 蠻囉嗦的 所以像我習慣 我會把它改寫成VBA 也就是讓這個程式更精簡 那怎麼樣更精簡 實際上我們 剛剛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公式 填到 B2底下 公式 conif 然後下下填滿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就是篩選 有沒有 第三件事情 就是複製 結果 到 查詢結果的這個工作表 裡面 所以其實是三件事 那如果像 除了說你用錄製之外 如果假設自己寫 沒辦法 當然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寫 怎麼寫比較好 OK 會不會比較簡單 其實簡單太多了 只是說難度也增加蠻多的 那我寫完之後 在雲端白板這邊 其實是有的 這個是剛剛錄製的嘛 那如果自己寫的話 其實不用寫那麼多啦 大概最後寫出來的五行程式 OK 像 篩選的話 其實就變只有一行 然後copy的話 你也只有一行 只是說要把公式填滿的話 變成要寫三行 那就可以把這件事完成了 示範一下 這個當然是 我們是 我先把最後結果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是自己寫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下面這邊再增加一個叫 黑名單篩選VBA 然後呢 篩選 就是conif有三行 另外的話呢 就是篩選跟複製的話有兩行 就這兩行 那當然呢 如果自己寫的話 會清潔很多 而且 你也比較能夠掌握這個 程式的部分 那這個我把這個先清掉 如果我用這個方式 有沒有 RUN一下 這有個BUG 我看一下BUG是什麼 我知道了 我們因為RUN的時候一定要 叫這個畫面 結果我剛剛忘了把它切過來 我在這邊執行 一定要切這個畫面 把它STOP一下 RUN一下 選舉範圍無效 看一下 範圍 這個查詢名單 A 那應該這個問題 我們的範圍 應該Ctrl向下 應該到 5453才對 我先把那個 篩選範圍 先 打開一下 應該是5579 當然將來這個數字是可以 自己用追蹤的 我把它改一下 因為我剛剛 原來是設定在1000列 現在 把底下的也打開的話 那應該是5579 所以如果假設範圍錯誤的話 將來 這個結果也會是錯的 所以底下這個可能要改 所以列息的時候用1000應該比較簡單 再試一下 這個應該就OK 還是無效 除非形狀相同 我知道 這個地方 因為我有切 切過去查詢名單 這邊可能要再切回來 切回來查詢結果才對 如果沒有切回來會發生錯誤 這個少寫一行 OK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是增加 Application.sqnd 待會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要把 錄字句集 改成 自己寫 我不要錄的 自己寫 怎麼寫 待會再來看 我會不會再吃東西 對嗎 我會不會再看 我會不會再看你